这只猴子携带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 却被猎人意外捕捉送往了美国 殊不知将会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很快猴子被捞头花两毛钱巨款买下 准备卖给杂技团的老板赚点小费 就在捞头幻想的发财梦时 猴子突然吐出了二两的口水 捞头也因此被致命病毒感染 很快他就把猴子带到了马戏团 老板看到猴子瘦得就像一只猴子一般 于是就打开笼子放在手上把玩 却意外被猴子用猴爪抓破手艺 搞得老板瞬间火雕滚了 死活都不想花钱买这只猴子 无奈的捞头只能将猴子放归山林 然后坐着飞机准备去见女网友 此时他的精神貌似已经不太好了 很显然他已经被致命病毒给感染 三五分钟后终于跟女网友首次见面 并相见恨晚般来了个爱的拥抱 下一秒捞头就感到头昏目眩摔倒在地 在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偶 此时马戏团老板身体也出现异常 毫无预兆扶着鱼缸倒闭不起 很快就被送到市中心的三甲医院 老村一经过紧而有序的勘查 也没查出老板感染上什么鬼病毒 于是就只能先抽两公斤的血液化验 谁料化验老工作时偷偷看小视频 却被鲜血意外喷满了一脸 他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分析 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意外 下班后急忙约九首女友去看电影 此时化验老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还大大口咳出了好多的口水 口水里的病毒四面扩散开来 此时化验老终于顶不住了 跌跌撞撞来到前台想买瓶奶茶喝 没想到刚走到前台就腿软倒闭不起 由于太多相同的病毒 全部感染不到24个中就发病 感染的人数也几何般直线飙升 搞得医院瞬间就乱成了一团 他们经过查阅大量资料 也无法确定病毒的来源 无奈之下只能把情况汇报给卫生局 当上级得知情况之后 马上派出大量的武装队伍 把小镇给妥妥为的水泄补偷 并派出生物研究博士跟他的妻子西施 几人马上对死者的遗体进行紧泡 发现他们五脏六腑都已经严重溃烂 然而更可怕的是 半个月前来医院整容的雕毛也被感染 看来病毒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 果然经过专家高科技分析得知 病毒正在快速发生变异 现在必须马上找到病毒源头的宿主 因为宿主体内百分百有抗体存在 西施带着同事马上闪现到宠物店 只见到一只同样被感染病毒的猴子 看来他百分百不可能是宿主 此时小镇的居民都惊恐不已 政府拍过来的军队越来越多 只要有人敢逃出小镇半步 就会被机关枪无情射杀 不久后政府运送过来大量不明药剂 嗨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见军方给每一位病人注射这种 嗨老想上前询问情况 癫牛却以精力为由拒绝透露 为了验证自己胆大大的猜想 嗨老让同事把药剂注射入猴子体内 没想到猴子很快恢复成正常人 看来对抗病毒的血清早就存在 谁料政府想保存病毒当作生化武器 并没有第一时间给病人注射血清 最终病毒再次发生恐怖的变异 疫苗也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作用 为了不让研究生化武器的秘密泄漏 卫生部科长谎称病毒有蔓延全国的趋势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 他们决定投放一颗500吨的燃烧弹 想让病毒跟小镇居民一起消失 四级病毒样本到底有多可怕 只见四眼仔的防护服意外破裂 就算他马上全身无死角消毒 三五分钟后四眼仔还是直接倒地不起 队友急忙把他送到最近的三甲医院 此时四眼仔开始不断颠来颠去 并伴随着50多多的高烧 医生急忙拿出800斤的冰块 妥妥覆盖在四眼仔全身上下 但根本依旧毫无卵用 就在西施想抽两斤血去化验时 四眼仔突然发生剧烈的抽搐 针头却意外扎破西施的手指 病毒迅速在他的体内蔓延 很快西施就陷入了昏迷当中 此时已经有成百上千居民因此而丧命 他们的尸体被摆满在一栋野外别墅里 然后用一把火烧的渣渣都不剩 为了防止病毒继续往外扩散 军方高层决定往小镇投放500吨燃烧弹 想让居民跟病毒一起消失 现在必须找到感染源头的猴子 嗨老冒死找到运送猴子的货船 负责猴子生活起居的船员已经抹了 好在处理及时并没感染给其他人 这时嗨老发现了猴子的亮照 嗨老马上带着亮照闪现到电视台 并把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 向小镇的民众征集猴子的下落 碎花剑刺感觉非常的严肃 原来这就是他女儿捡回来的宝贝 在小女孩的隐忧之下 他们往猴子身上射出一枚麻醉剂 通过从猴子身上提取出了抗体 并妥妥研制出对抗病毒的血清 在西施的体内实验取得成功 但强哥为了不让生化武器的事情败露 还是决定让小镇所有居民消失 收到消息的嗨老急忙租来一辆直升飞机 并利用广播告知执行任务的飞行员 已经成功研制出病毒的血清 但军人天生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 除了收到上级的命令之外 他们不会取消投下燃烧弹 但最后燃烧弹并没有投放在小镇上 而是丢在了一望无际的大海 原来飞行员也不想看到无辜的居民牺牲 由于强哥隐瞒了小镇真实的情况 妥妥被罢免了指挥官的全主 最后小镇也因此恢复了以往的瓶颈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